和亲弟弟参加亲情真人秀的第一天 我觉醒了 我穿成了书中女配 而经纪人想利用我和我弟来衬托女主姐弟的美好 我扭头看着沙马特中分托弟弟 撸起袖子硬下了 后来我靠拳头教育弟弟爆红拳网 玩念女主 WOC 一言不发动手揍人的暴躁老姐 和对天对的对不动清洁老弟的快乐 谁懂啊 我一时觉醒的时候 别墅里是想翻屋顶的动感摇滚音乐 以及听不出音调的鬼哭狼嚎 我要开花 我要发芽 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 我面无表情的扭头看向发生地 沙马特中分少年郎上身红配绿 下身黑皮短裤 脚踩小木凳 怀抱电吉他 激情澎湃 仿佛世界末日最后一曲 而距离他不远 还围着几个扛摄像头的大哥 360度全死角的进行现场直播 很好 直播正常进行 哪怕之前我被齐恩气到昏厥 他们也只是认为 我在凸显小白花的娇弱人设 我瞥了眼摄像机上方 不断刷新的弹幕 笑死 我就知道他是装的 齐昭这家子都不正常 你看他弟弟 活脱脱一不良少年 据说齐昭在进娱乐圈之前 也是不良少女 他来不良也是遗传的呀 大部分都是黑我的评论 我没继续看下去 而是朝着齐渊走了过去 16岁少年如今比我还高 见我走过来 挑衅般的竖起中指 声音更大了 我朝着他微微一笑 下一秒踹掉小木凳 拔掉电源线 动作一气呵成 音乐骤停 独留齐渊的那句 我要孤独撕心裂肺 齐昭你干什么 齐渊的暴脾气一点就着 稳住身形后 凶神恶煞地瞪着我 你想死吗 见矛盾爆发 那几个摄像头 对得更兴奋了 我还想问你 我牺牲细语 保持着小白花的人设 穿成这样不务正夜想干吗 齐渊从鼻子冷哼一声 我是rapper 昂首抬头 骄傲的活四开屏大孔雀 话音刚落 里面一个大笔兜 现场瞬间沉寂 连弹幕都凝制了一瞬 我撸起袖子 动了动手腕 继续牺牲细语 你刚刚说什么 风太大我没听清 rapper弟弟 被我揪着头发换了正常服装 沙马特中芬 也在众目睽睽下 被我武力压制 剃成了寸头 还当rapper吗 齐渊没回答 他只是愣愣地 看着我手里的电推 目光呆滞 恍若失智儿童 卧槽 有一种血脉压制 叫他是你清洁 就是说 起招是剃了多少个头 才能动作这么干脆利弱呀 我笑了笑 伸腿踹了下齐渊 乖 去收拾你的行李箱 我凭什么 齐渊下意识跳起来反驳 但话却堵在喉吻口 于是我在别墅里 找到阿姨遗留下的感面杖 我的虎虎生风时 抬头笑入八颗牙齿 你要说什么 齐渊没说话 齐渊只是保持左脚抬起不动 右脚脚尖点地 身子旋转180度 语气镇定自若 我凭什么先去收拾我的行李 我先帮你收拾你的不行啊 好恨中带着点耸 对此 网友热评 唯一的倔强 就是不按你姐的顺序走 被齐渊欺婚绝绝醒后 我猛然醒悟 我穿成了一本小说的恶毒女配 是善良美好女主的对照组 而我内不成器的沙瓦特弟弟 则是女主听话乖巧弟弟的对照组 剧情影响之下的我之前是个恋爱恼 被渣男以及经纪人哄骗着 参加了这档亲情真人秀 目的就是为了衬托女主和白 那对姐弟的美好成为垫脚石 直播结束后 我更是被黑道退出娱乐圈 而齐渊则是被一群网友追着骂 他本就性子暴躁 之后更是被刺激 做出无法挽回的措施 但现在不一样了 齐昭 你怎么带那么多东西 你是去真人秀还是度假 女人真是麻烦 齐渊吵嚷嚷地从楼上下来 拖着两个大行李箱 节目组一大早就突击了别墅 而齐渊的不良形象完美深入人心 我瞧着 齐渊那张收拾后白白嫩嫩的脸 突然笑了起来 你 你干什么 齐渊警惕地后退半步 咽着口水梗着脖子 节目组也说了 两个人只能带一个行李箱 那你的东西就别带了 我一场冷酷地蹲下来 重新收拾行李 齐渊信了 他愣在那 一张脸憋得通红 脸上闪过诸多禄震惊 委屈 气氛等情绪 但委屈倒就是不敢动 直播间一阵欢乐的同时 还夹杂日常的黑子 我就知道齐昭是装的 对弟弟都这么心狠 他有什么大病吧 对这么好看的弟弟都能这样 我 谢谢 你们之前可是怒斥 齐渊沙马特不良少年 说有着弟弟就要打死的 我和齐渊是 最后抵达录制现场的 大概是为了能有更多的爆点 节目组安排我们 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岛上 这次总共请了五对嘉宾 两对姐弟 两对兄妹 一对兄弟 我和齐渊到的时候 这群人正在为吃食而担忧 招招 节目组说只提供我们住宿的地方 何白对着我贪手 语气无奈 吃的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准备 我们先商量一下 准备等会出去看看 有什么可以吃的 你今天是不是为了减肥 又没有吃饭 我这边还有一包脱藏下的饼干 你先吃了垫垫肚子 何白这话表面是为我好 但实际上却是在打脸我之前 凹的胃口大吃不胖的人设 不用看我都能猜到直播间 一堆夸和白人美心扇 以及嘲笑我被打脸的 但who cares呢 于是我举起手 明目张胆开始打小报告 导演 这里有人偷藏吃的 在来之前 节目组就严格没收了一切吃的 而齐渊在这时 很配合地打了个宝格 空气中依稀弥漫着蟹黄包 水晶角 叉烧包等诸多夹杂的味道 他一脸诧异 不会有人来之前没吃饱吧 不会吧不会吧 很好 仇分点拉到最高了 可偏偏某个人嚣张到了极致 甚至还对着何白那对姐弟放下狠话 花花世界你人眼 没点实力你别赛脸 辉煌一刻谁都有 别那一刻当永久 开口一股浓浓精神小火味 我微笑着巢众人到了生茜 转身对着齐渊一记爱的体权 刚想掏出亲情的赶面杖时 节目组来人了 他们没收了所有嘉宾私藏的零食 包括我的赶面杖 理由是为了保证嘉宾的人身安全 见危险武器被收走 齐渊又身龙火虎了起来 他插腰大笑 齐招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怕你吧 东西南北四条街 你打听打听谁是爹 我跟你说 你真要和我对上 我受的是伤 你丢的是命 我微微一笑 因为我实名举报端掉了小四库 再加上我在娱乐圈的风评并不好 因此开局嘉宾统分成两个阵列 其实是我们单方面孤立了他们所有人 我抬手拍了拍齐渊的肩膀 只会约她把行李搬到二楼 老油条们倒也还好 只是这些小孩子 觉得最后的零食都被抢走了 对我和齐渊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看 要不是有大宝贝震着 齐渊这暴脾气八成已经冲上去 跟人比划比划了 连小孩都不放过的那种 齐渊很吻声 扛起行李箱晃动实面色大变 这不是我之前那个行李箱 是啊 我正翻看着节目组留下的生存指南 头也不抬 你的染发剂和大禁炼组都给扔了 谁允许你 话到了嘴边硬生生转了个弯 齐渊异常憋屈 你要扔的话就和我说一声好了 哪能辛苦你老人家动手 不辛苦 毕竟我还收拾了一点东西进去 我笑眯眯的指了指齐渊手中的行李箱 全套五三 你值得拥有 齐渊瞪圆了眼睛 终于没忍住奋起反抗 谁来参加真人秀 还做五三的 齐昭 大爷我要跟你solo 话音刚落 这人脚下一个不稳 直接从 楼上摔下个狗吃屎 巨大的动静 引得沙发上的一堆人 纷纷侧目 我朝着他们摇头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齐渊蹲到齐渊的身边 眼神真诚 不懂就问 齐渊你的solo是自杀的意思吗 齐渊一声不吭 上楼收拾行李 离开的背影 充满着萧条的沧桑 留下一个我 配合其他嘉宾进行演出 和我们这对 互相看不惯的姐弟相比 其他人真的是胸有敌公 相亲相爱 齐老师和弟弟 看上去关系也很好啊 也不知道是谁 把话引到我身上 我仔细回忆了下 我和齐渊的相处模式 语气诚恳 原来靠权刀镇压的关系 也能说好吗 分化的人噎了下 现场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不过小招的弟弟 应该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了 亲近小鲜肉赵诚 则笑着开口 他朝着我眨下眼睛 语气亲密 那到时候就麻烦其弟弟 在我们出去做任务的时候 多照顾一下 这里的小弟弟小妹妹了 按照原本的剧情 我会答应参加这档 亲情真人秀有一部分 也是因着赵诚泽 赵诚泽希望我能在节目里 多多照顾他的妹妹 说他不放心其他嘉宾 比识恋爱恼控制的 我一口答应 全然没考虑到我和齐渊 其实相处时间不长 并且关系恶劣 而事实上 赵诚泽不过是和我的 吸血鬼经纪人达成了合作 他们想让我和齐渊 成为和白姐弟的对照组 通过这个节目 让这对姐弟好好吸一波粉 更上一层楼 至于我 一个合约快要到期的妻子 发挥余温后 还有什么用呢 我看了眼他 突然笑了起来 就在赵诚泽也跟着笑时 我慢慢悠悠开口 可以啊 如果你们能接受一群满口说着 别告诉我年少轻狂 我只知道 胜者为王的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这不至于吧 赵诚泽尴尬地摸了下鼻子 他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放好行李的齐渊 刚好下楼听到了他的话 当即精神一震 别爱我 没结果 除非花手摇过我 想让我收小弟 你先摇个花手 众人 我抽空瞥了眼直播间内的弹幕 说实话 那群哈哈哈哈熟实 吵到我眼睛了 节目组虽然丧心病狂 但好歹也没完全敏敏人性 第一天的食物通过解题来获取 第一题是鸡兔同龙 一群人围绕着和白 那初二弟弟和齐 夸他高智商美少年时 齐渊探出脑袋 语气诡异 这不就是个小学题吗 有本事 别用二元一字方程座呀 和齐脸上笑容一僵 弹幕上原本夸着和齐的赞美词 此时略显尴尬的停了一顺 和白出来打圆场 看来我们小齐弟弟有别的解法呀 齐渊冷哼 高昂着头 每个动物砍掉两条腿 剩下的全是兔子的 简单粗暴 很好 这很齐渊 几个人扭头对视了眼 纷纷解其他题去了 齐渊瞬间气了 撸起袖子顺便扭头看我 他们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服气 我反手一个脑瓜 齐渊你要是继续用这副 软萌小奶狗的模样 说着东北大花壁的台词 我一定把你团霸团霸 塞回你妈肚子里 回路重造 齐渊顿了顿 谦虚发问 我妈和你妈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说齐昭你现在已经感大到 想要是母 眼见了齐渊露出那束敬佩 我没回答 而是转身寄出了我的大宝贝 齐渊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齐渊瞬间安静 此时弹幕已经笑风 我就想知道 老母亲在看到真部场景的时候 会有什么想法 我就知道 齐渊之后在大宝贝出现的时候 才会安静下来 齐招快打 来自一个已经无法打弟弟的 姐姐的深情呐喊 有一说一 我和我弟就是这么相处的 哈哈 然而齐渊的这点安静 随着那群嘉宾 继续在那解题时 又转变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暴躁 最后 他干脆撸起袖子 一把推开核棋 刷刷刷把答案就写下来了 结果全部正确 我们成功拿到接日份食物 末了 齐渊一副欲言又止 直也止不住的模样 他由衷感慨 这玩娱乐圈的心可真脏啊 还知道捧杀一个上初中的小孩 这些小学题 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 你们还夸得跟证明出了 离乱假设一样 齐渊一边说着 一边明目张胆地看向了赵成泽 才是最厉害的呀 是啊是啊 他还平时在学校里的成绩 一定也很好吧 听到这句话 齐渊瞬间脸色大变 下意识看向我 结果发现我一脸沉重 齐招你干什么 他条件反射后退两步 一脸警惕 我帮他拿到了今天的食物 你没理由揍我 不是 我摆了白手 语气感慨 我只是发现 我好像低估你了 齐渊 原来你是可以直接 从初中课本学起的呀 难为我把小学课本 你一定带过来了 说实话 整理起来还挺累的 齐渊沉默 齐渊抓狂 齐招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我皱眉 齐渊 你小学语文 还是得学学的 前后明明都是一个意思 而其他人哄笑 你们姐弟感情可真好啊 齐渊能外成一个精神小伙 属实在我的意料之外 当年爸妈离婚 一人一娃带着 我和齐渊见面次数不多 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我不喜欢齐渊的吊锅铛 而齐渊也不喜欢我的脚模造作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觉醒了 我的弟弟必须觉醒 于是 其他哥哥姐姐 领着弟弟妹妹去完成任务 齐渊要做五三 其他嘉宾开始了亲情互诉 我再用大宝贝 督促齐渊做五三 其他人要上床休息了 齐渊要挑灯夜战五三 齐招 我明明是为了逃课 所以答应来参加的真人秀 不是为了让你来督促我学习的 齐渊趴了一下 把五三重重地拍在桌面上 你知道 现在这些网友都在说我什么 他们居然说我是解宝男 齐渊语气陡然变得异常悲愤 发出一声长长的抽气 别人都是姐弟兄弟兄弟 一起完成任务 就我们总是你一个人完成 而我在干嘛 我他妈的在屋子里写五三 齐渊面色猙獰 下了最后定论 齐招 明天我不做五三 我要出去做任务 而我此时正在看导演 给我发的消息 头也没台地摁了声 按理说这是一档亲情类节目 观众主要看的就是 明星姐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完成任务 但我却强迫着 齐渊在屋子里洗五三 当然这次不是用大宝被强迫的 而是我告诉齐渊 如果他能写完这几份卷子的话 我就答应暑假 带他去听二手乐剧的现场 你居然也听二手乐剧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齐渊脸上的神情 不可置信的十分真诚 当然我笑容和蔼 我也会顺便告诉他们 你听到二手乐剧 却试图成为一个rapper 大概是rapper这个词 勾起了齐渊不好的回忆 他瞬间一脸菜色 慢慢咧咧地翻开了五三 而导演组会答应我这么做 纯属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热度最高 尤其是在看齐渊 皱眉慢慢咧咧做五三时 换成气氛瞬间达到了巅峰 一度超过了原本力捧的和白姐弟 万万没想到 我居然有一天能在综艺上追人做五三 给网友们科普一下 刚刚他不是在弄什么左右手定理 而是纯粹在捏法绝施展魔法呀 笑疯了 做不出数学题 以投枪地的模样 仿佛是在我家安装了个监控 当然也多亏了直播间的网友们 就是这份试卷本身就有两份答案 嗯 这该死的无良商家 居然用这种方式来破坏我们姐弟俩之间的深厚感情 狼牙棍在手上颠了颠 我认真点头 这个理由充满了缜密的细节 齐渊眼睛一亮 然而下一秒 走你 啊 齐招你明明答应过 不会在摄像头面前打我屁股的 答应你的是你清解齐招 但我现在是扭护路齐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莫七少年穷 哦 你放心 要打死你 我根本不会给你三十年时间来成长 齐招你有本事放下狼牙棒 大爷我要跟你solo 这次甚至都不用我来回答了 整个直播间被统一刷屏 不懂就问 齐渊你的solo是自杀的意思吗 大概是直播间内 一致对齐渊的良好氛围 给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听到我摁了声后 齐渊下意识扭头看摄像机上方的弹幕 然而弹幕上也是一片茫然 今天齐姐姐 怎么就答应让小琪弟弟出去鬼混了呢 难道我们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专心做五三的小琪弟弟终于要解放了吗 齐渊一看 神情更为警惕 齐招 你是不是想把猪骗出去杀了 还是说你想假装答应 然后等我出去愉快玩耍时 偷偷拍下来 回来试卷加倍 或者是 齐招你是不是被鬼附身了 眼见着这二傻子 他要跳大神给我驱魔时 我没忍住他的气放下手机 齐渊 谢谢你概括了全部的可能性咯 不用 这傻小子甚至都没有听清我话里的内容 就开始扭捏了起来 在你面前跳扇子舞的那种震惊 明天去不去 去 很好 老子虽然傻了 但是身体本能还在 答应让齐渊出来 纯属是因为第三天的任务 被分配到和赵承泽和白一组 这两个人的粉丝基数大 再加上之后在直播间内 和弟弟妹妹的友爱互动 倒是让人忘记了第一天发生的尴尬 吸引了一批粉丝 导演在手机上发布了第三天的任务 利用岛上的物资 找到岛上的码头 并出发去集市上和郑民进行交易 来获取离开荒岛的物资 齐渊踊跃举手提问 那为什么我们去集市的时候 不能顺便直接离开呢 不都出了这荒岛了吗 负责解释任务 给弟弟妹妹们听了和白一顿 齐渊又踊跃自见 我们可以去租车呀 你们都是大明星 大明星总能赖账吧 如果要开车找我呀 我可是荒岛车 好 我抬手用手臂卡住齐渊的头 面带微笑 你们继续说 和白神色莫名地看到我一眼 继续温声解释了下去 而年纪比较小的和其藏不住时 趁着摄像机拍不到的时候 狠狠瞪了我们一眼 大概是觉得 齐渊这么说是 想要抢了他们姐弟的风头吧 我不大在意 可齐渊却忍不住 他下意识把我拦在身后 朝着和其瞪了回去 嘴里慢慢咧咧 瞪什么瞪 你有本事 别躲着摄像机瞪我呀 也还真是小刀扎屁股 开了眼了 小东西长得真随机 那双卡子弹大眼睛瞪人 倒是挺好看的 不介意让直播间的观众也瞧瞧啊 也跟你说 你这件小伎俩 就跟学校里那歪瓜裂枣 一边割教导主人那高黑状 一边偷摸着狗张人士 在主人背后瞪眼一样 也早就见多了 也今天就教你一句话 白水煮青蛙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娱乐圈里上节目的人 多少都光会做表面功夫 像齐渊这种放名面上来对回去的 还真是少之又少 我没拦着 只是在齐渊说完最后一句时 假模假样伸手拦着 他还是个孩子 何其到底年纪小 被齐渊这凶神恶煞的医虎给吓到了 而何白伸手护住何其 面色也冷了下来 忍着怒意 小其今天情绪不太好 如果做了什么不得体的行为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但是你这么说一个孩子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齐渊干脆不理何白 而是扭头神色复杂的盯着我 他说 齐昭 你如果想爷上去打架的话 直说好了 没必要暗地里推爷的 我一脸微笑 如果你是爷的话 那我要自称什么呢 齐渊张了张嘴 下意识一句奶 就要说出口的时候 被我一巴掌呼了回去 不好意思 他还是个孩子 看他的言行举止 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朝着何白笑了笑 语气平和 孩子跟孩子之间的矛盾 我们大人就不好插手了吧 何白差点没维持住 脸上温柔得体的笑容 直播间内一群哈 其中混杂了一些 对我们的不良言论 但都被压了下去 其中一条热瓶 瞬间罢瓶 神他妈的一米八大 高高高会摇花手 还会走花路的孩子 哈哈哈哈 很好 今天齐渊又是靠精神小伙 躲过网爆的一天呢 另外两队嘉宾 组成一队负责去采摘野果 而我 赵成泽 以及何白 则是分配去捞鱼 节目组原话 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捕捉到一些野味 是最好的 齐渊在听到这些任务后 看着我的眼神发亮中 带着一丝丝的不对劲 我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 直到到了小河边 齐渊先安理得 找了书音底下 顺便偷偷摸摸 把我拉到一旁的时候 这种不对劲的感觉 瞬间达到了巅峰 彼时另外两组嘉宾已经开始 甚至连赵成泽那娇气的妹妹 也下了水帮忙捞些河仙 而齐渊副手站在那 浑身上下散发着亡八之气 我没忍住 再次动了手 一边感慨着 这该死的身体本能的同时 一边揍得越发起劲 但齐渊这次却生生忍下 甚至用一副 我已经看穿 这一切的目光注视着我 目光诡异到 我忍不住停了手 我观察过了 这里没有摄像头 齐渊开口就是这么一句 我沉默地抬头看了眼影 藏在不远处书丛里 闪着红光的摄像头 没好意思提醒这傻孩子 节目足早已经踩过点了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下一秒 齐渊得意洋洋 他似乎在期待着我主动开口询问 但我只是目着一张脸 最后还是齐渊憋不住了 你是不是等会 就要徒手砍晕大野猪 设计陷阱抓野鸡 随手砍树大木屋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心想我刚才也没打人脑子 见我一脸震惊 齐渊勿以为自己猜对了 脸上神色得意味起来 我就知道 书里都是这么写的 活咖女星都会在这种真人秀 展示自己真正的本领 然后打脸绿茶 脚踩渣男 走上人生巅峰 书 53什么时候还教这些东西了 我下意识掏出手机 来看直播间的弹幕 密密麻麻的弹幕中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这个我知道 小齐弟弟经常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拿出MP3看小说 还是那种案件式的 一个不注意倒退 就要全文重看的那种 MP3看小说 还是老实的 我沉默着放下手机 心想网友说的果真没错 没点毛病的 还真听不来二手跃剂 齐渊被我用大宝贝碾得下了水 神色愤怒到 像是要把整条河里的鱼都一扫而光 但事实上 他下了水就跟了二傻子一样 甚至还被鱼尾巴打了一把掌 成功贡献了本次直播的笑量 而他愤怒的原因 是我冷酷地打破了 他轻松少年的美好幻想 不 你的亲姐姐只是一个身胶体弱的小白莲 唯一的本事 就是多醋不成器的弟弟做五三 弟呀 我强迫齐渊低下头 慈爱地抚摸着他的狗头 姐姐小小年纪闯荡娱乐圈 就是为了能让弟弟 你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但姐姐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已经在这条歪路上越走越远 那你要把我强行掰正回来吗 齐渊瞬间惊恐地抬起头 耿着脖子 维持着最后的倔强 我是个rapper 别侮辱人类 Tor了 我看你就是个sink 在零到趴上的积分值 我撕破脸上伪善的笑容 直接一脚把齐渊踹进了河里 阿弥陀佛 我本意心向佛 奈何佛要我杀包 我赌三包辣条 小齐弟弟肯定没听懂齐姐姐骂他什么了 不懂就问 所以到底骂的是什么呢 骂他二哈哈哈哈 秒啊 姐姐还留给了小齐弟弟思考的空间啊 自己算出来自己是个二 多好啊 直播间气氛一片翔和宥静 直到我们带着收集到的物资出发去镇上 大批的黑子涌进了我和齐渊的直播间 一开始他们只是发表一些不当言论 比如指责我暗箱操作买粉刷好评 不然为什么直播间的热度一直维持最高 但这些言论都被其他人刷了下去 彻底爆发是在齐渊和何琪的冲突上 我们去的晚 集市上摊位比较少 好在其他人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足够让我们摆放好物资 但地方偏僻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去招揽顾客 齐渊 何琪以及赵承泽兄妹被留了下来看着摊子 其他人则是去寻找客源 直播间弹幕原本是在高高兴兴地和我汇报着 齐渊摇花手招揽顾客 结果从某一瞬开始 大批量的弹幕变成了辱骂词汇 甚至还有所谓的知情者爆料齐渊初中时 被锁在学校强制退学 理由是他不学好 跟着人小混混要其他学生的保护费 我察觉不对劲赶回去的时候 齐渊正拎着何琪的领口举起拳头 齐渊 我历生 我还以为这人能在节目上装多久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原型毕露了 水火台都允许这种人上真人秀了吗 就不怕带坏孩子吗 这对姐弟就是一坨污泥 简直就是来恶心人的 小齐和白吉匆匆地过去 拉着何琪的手臂上下打量 眼底一片担忧 也没受伤吧 何琪像是被吓到了一般 窃窃地躲在何白的身后不敢开口 作为在场唯一的成年人 所有人的目光自然是落在了赵承泽的身上 然而赵承泽开口第一句 却是指责其冤 小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用了长辈教育人的口吻 小和就是想和你道歉 他之前因为自己的一时任性 一直心里愧疚 所以想趁着这个机会来和你道歉 但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他呢 就连赵承泽的妹妹也瞪着其冤 真坏 欺负小和哥哥 真坏 这句话一出来 何白就瞬间有了底气 他目光风锐地看向其冤 向来温柔的气势 变得咄咄逼人了起来 而齐渊一个人站在那 孤立无援 一般按照这种突发情况 是要立刻暂停节目 然而节目组却觉得 这是个爆点 执意要继续直播下去 我突然想起 如果我没觉醒的话 那么按照原本的世界诡计 我的弟弟也会这么被人污蔑 他甚至没有任何依靠 但现在怎么可能呢 我冷笑 我的弟弟再怎么蠢笨 那也只能我自己欺负 我觉得你应该向我弟弟道歉 和白护在和其的面前 眼底一片冰冷 道歉 齐渊冷笑 催了声 我呸 就这闹种玩意 还陪我来道歉 做梦 这话一出 人们想要出来打人场的 剩下两个嘉宾 都脸色不好的顿住退了回去 唯独我朝着齐渊走了过去 然后扬起手 齐渊熬了一声 抱着头跳了起来 慢慢咧咧 齐招你打我干什么 说过多少遍了 随地土坛 极其不文明 齐渊你是不是想被我塞回幼儿园 重新学礼仪 齐渊抱着头动作一将 就这 哦还有 我面无表情的指了指 被齐渊踹倒的草框 这是小松妹妹和小芳弟弟 花很大功夫才捡来的果子 你把他们都弄脏弄坏了 得道歉 齐渊张张嘴 平时灌会掉廊当的一个人 现在倒是变成又哑巴了 齐招 何白来了气 他拉着何其走到我面前 只是和其脸上的一点淤青 他打我弟弟 说实话 你要是再晚一点指出 这淤青都快消了吧 我笑了笑 如果真的是齐渊无缘无故打了你弟弟 我当然会让他道歉 你什么意思 何白一愣 神色古怪了起来 我们刚刚只是听了赵成泽一面之词 为什么不问问当事人呢 我扭头看齐渊的时候 这小子还跟个弄头亲一样 傻站在哪 气得我一脚踹过去 你为什么打人 他骂你 齐渊下意识开口 这下轮到我一愣 齐渊脾气暴躁又性子直白 别人稍微说一两句挑衅的话 就能让这人骂骂咧咧咧 我想过很多种理由 但唯独没有想过 齐渊是因为和其骂了我 所以才会这么生气 我没有 和其躲在他姐姐的身后 小声辩驳 我只是想要道歉 我没有骂人 赵成泽也在一旁附和 是啊 齐渊你怎么可以这么污蔑人呢 你闭嘴 我暴躁地打断赵成泽 语气很不好 我脾气不好 你别逼我动手打人 大概是被我凶道了 赵成泽没有继续开口 而此时直播间 已经被不良姐弟疯狂刷屏 我没去管 而是盯着齐渊 他骂我什么了 也没什么 齐渊扭捏了起来 最后皱眉 反正都是什么不好听的话 你也甭听了 听了也糟心 那好 我点了点头 扭头看向何白 我弟弟说是你弟弟主动挑战骂人 如果真要道歉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你弟弟先道歉 何白皱眉 而何其还在小声否认自己没有 行了行了 方程主动出来打着圆场 都是小孩子间的磕磕碰碰 到时候说开就行 我们还要完成任务呢 不然之后出道物资可就没有了 没有物资的话 大不了就直接跟这里的人借一辆车出去 我皮笑又不笑 但是泼在我弟弟身上的脏水 我可忍不了 小齐 行 何白也被气笑 那我们就先解决这件事 何其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打你 何其似乎没想到自己的姐姐会这么问 也是一愣 就是 就是我想去道歉 然后他就突然打我了 不信你可以去看视频的 视频来之前我们也看过了 因为角度问题 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何其主动凑过去 想要和齐渊说话 结果话没说几句 齐渊就一副暴躁要打人的样子 你放屁 齐渊被气笑 他直接拉着我往外走 这狗屁节目老子不录了 齐招你也跟我走 这狗屁娱乐圈有什么好混的 大不了老子多做几分五三早点毕业出来养你 虽然我很感动你有这份觉悟 我拉着齐渊 强迫他暂时停了下来 友善提醒 但别忘了 你现在的数学只有52分 你以后靠什么来养我 齐渊面色轻了又红 我肯定有法子的 工地搬砖 我觉得你抢不过别人的 放弃吧 我与众心肠劝着 拍了拍齐渊的手臂 但现在 我希望你清清白白地走出去 齐渊一正 他敏唇看着我 突然红了脸 何其还在坚持自己并没有骂人 也没有主动挑衅 赵承泽兄妹也在附和着何其 暗暗指责齐渊不良少年 过分欺负人 直到齐渊不耐烦地甩出一个MP3 老是MP3 不光能看小说 还能录音 实属居家旅游人手必备 他对着一个小小的MP3捣鼓了一会后 何其的声音响起 的确是骂我的话 骂得很难听 完全和他表现出来的乖巧学生模样大不相同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你倒是带了脑子 还知道录音 我忍不住夸了齐渊一句 这小子突然谦虚了起来 这还得多亏了你让我做53 做53还带着这方面脑子的 我有些无语 没忍住白了他一眼 何白第一个反应过来 下意识伸手挡住摄像头 大声 我要暂停直播 我没阻止 因为齐渊在我身边很小声 随他去 我呜了声 偏头同样小声 这么圣母 你就不生气 不想报复回去 精神小伙说过 刀不疯 马太瘦 我还不想跟他斗 齐渊瞬间又得意洋洋了起来 看起来似乎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这小东西的手段 都比不上学校里那群 爱高黑状的蠢货呢 但是精神小伙还有一句话 我叹了口气 没忍住笑起来 都是第一次做人 我凭什么让着你 齐渊撇了撇嘴 一少看这些话 不符合你小白脸的气质 我笑了笑 齐渊话是这么说 但事后我了解到 这狗东西 晚上趁人睡着的时候 偷摸着抓几只老鼠去吓人 硬生生把何其吓得见了 齐渊就逃得远远的 何其被何白强行拉着过来道歉 年轻人气性高 被说了一两句之后 直接把赵承泽给供了出来 说是赵承泽让他这么干的 气急了还说 这个节目本来应该是 让他和他姐姐火的 凭什么最后火起来的 是我和齐渊 这话听了何白当场铁青着脸 狠狠甩了何其一个巴掌 突然后悔让他们中断直播了 在一旁吃瓜的 我忍不住她的口气 这堪比公星际的大戏播出去 我们姐弟俩卖个惨 说明还能吸引不少粉丝呢 齐渊白了我一眼 没大理 他捡起筐里的果子 他担进一个后地给我 又随手拿起一个咬了口 蹲着和我一块吃瓜 这和白下手真够重了呀 那小东西脸都肿了 永远都不要怀疑 一个姐姐在打弟弟时候的力气 我拍了拍齐渊的肩膀 你重心长 我可以拎不起一桶水 但如果那桶水是用来打你的话 我不光能拎起来 我还能旋转跳跃不停歇 齐渊轻着脸 拒绝和我交流 哦对了 我吃完手上的果子后 直接把果盒扔到了齐渊的手上 然后拍了拍手 赶在齐渊发火前 抛出我的手机 当当当 什么玩 最后一个字僵硬在唇边 齐渊慢慢睁大了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 我手速很快地 趁着他们关掉直播前解的图 因为听到了那段录音 所以很大一部分人 都反应过来自己被骗 对不起这三个字 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 我瞥了眼屏幕上的截图 嘖嘖了几声 齐渊你看到没 他们都在说你姐姐帅呢 你等等 为什么有人说我很凶 放屁 老娘明明是一朵 娇弱无力的小白莲 哪里凶了 谁家娇弱小白莲 会动不动举着狼牙棒 威胁自己弟弟做五三的 齐渊突然别过头 声音闷闷的 而且你打人真的超级痛 要不是我是你亲弟 我都要回击过去了 那你会打我吗 我笑眠眠地凑了上去 正好看到齐渊 来不及掩饰的红眼眶 瞬间乐呵 感动到哭了 这次 向来嘴硬的齐渊没有否认 他盯着我 最后只问了我一句 他们一直都这么骂你吗 我脸上的笑语一降 齐渊也没打算听我回答 而是自呼自说了下去 我看到网上别人都在骂你 你平时对我这么凶 怎么就不骂回去呢 这娱乐圈就真的这么好 受了那么大委屈还留在着 齐招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他叙叙叨叨说着 有一瞬间 我都觉得 齐渊是小老太太附身了 我突然明白 齐渊为什么一开始 不肯放出那段录音了 有些话 从人口中恶意吐出时 永远要比冰冷的字 要更自痛人 我想让齐渊清清白白地走出去 而齐渊想用这种方式 来笨拙地保护我一次 当然 这人越说越气 最后就差没指着我脑门骂我了 于是我干脆给了齐渊 一个大大的拥抱 成功阻止了他接下去的所有话 你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不说你了 我还是要说你的 齐渊扭扭捏捏地开口 半大小子羞涩得跟小姑娘似的 手锤在身边都不知道放哪里 于是我好心地 帮着齐渊的手抱着我的腰 既然你要我抱着你的话 那我就 哦 齐渊突然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他跳了起来 齐招你干嘛又打我 我冷笑 你骂我有病 我就要你命 我那是为你好 你骂我有病 我就要你命 齐招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你骂我有病 我就要你命 因为合同有规定 所以哪怕之前直播发生如此重大事故 和白姐弟和赵成泽兄妹 也要硬着头皮继续录下去 而直播间的那群水军也找到了 是赵成泽干的 对于这个结果 我并不感到意外 甚至忍不住感慨 我那经纪人脱身挺快的 不过赵成泽都入坑了 那个人也逃不了了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自从知道了他们真面目后 另外两组嘉宾倒是和我们亲近了不少 就是齐渊带着人小孩摇花手 惹得人家长颇有些尴尬 我原本想要阻止 结果还没得我开口 齐渊却气势汹汹过来找我 跟我说以后不带那俩小孩玩了 而弹幕更是一群欢声笑语 救命 小齐弟弟因为其他小孩摇花手 比自己好就不乐意带人家玩了 就怎么看都超级可爱的好不好 齐哥想让我收小弟 你先摇个花手 但花手要摇得比我好 那绝对不可以 小齐弟弟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你就接受命运的这个安排吧 从弹幕了解真相的我 很好 这就很齐渊了 我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 我是应该安慰他 还是嘲笑他 结果又没等我主动开口 齐渊又自我恢复好了 理由是那俩小孩不会社会摇 你大哥还是你大哥 只要小伙精神在 到哪都是实力派 在看了齐渊的社会摇后 我沉默了几秒 果断寄出了我的大宝贝 齐渊你要是敢教坏他们 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哦 对此 网友热评 自从看了这个真人秀 每天不看一遍 我七姐揍小齐弟弟 我都要浑身难受 甚至干饭都不香了 节目的最后一天 节目组安排了一次 真情流露的环节 据说原本之后 有安排继续去镇上的活动 但那天 小齐同志要借车离开的话 拓宽了节目组的思路 于是 节目组果断砍了那些活动 最后安排了一个真情流露 所谓的真情流露 就是让弟弟妹妹 单独去一个小房间 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 但其实各个姐姐们 在隔壁房间 都能看到现场直播 其他人进去 或多或少都是真情流露 各个姐姐们 那叫家暴吗 那明明是护欧 齐渊 一个把面子 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的男人 工作人员大概也被齐渊 这最后的倔强感动到了 沉默几秒后 果断转移话题 这几天的共同生活下来 你有什么感受 或者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 对谁说都可以吗 齐渊精神一震 在得到工作人员的点头后 他张口就是 我上个节目被齐招 作为那么多回 你们节目组 是不是应该负责一下 我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工作人员 你先前不还说是护欧吗 齐渊理直气壮 护欧和我单方面受伤又不冲突 这里我简直完美 我甚至都忍不住 给齐渊鼓起掌来 当然 齐渊更骚的操作还在后面 他甚至让工作人员打个欠条 说是他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以及我的体力费 对此 齐渊的解释是 齐招这么一朵娇弱无力的小白脸 赶人不需要花力气的吗 很好 他还记得我要维持人设 剑山勤木的没有达到 工作人员只能维持着僵硬的笑容 继续寻寻善用 那小气弟弟就没有什么 要对姐姐说的话吗 当然有啊 齐渊铁嘴 大爷时的靠在椅子上 但我说了他又不听 你不说他怎么会听呢 工作人员鼓励 于是 齐渊开始噼里啪啦一顿书 初 你能让齐招不再揍我吗 你能让齐招扔了他那大宝贝吗 他现在甚至晚上睡觉 都要放在枕头边 就怕我偷偷扔掉 你能让齐招答应 让我继续当rapper吗 哦对了 齐渊的语气变得异常悲愤起来 你能让他看待我数学 终于做到一百分的份上 带我去听二手跃剂的现场吗 那狗屁53 真的不是人做的玩意呀 工作人员乐乐 可是二手跃剂不是摇滚吗 齐渊瞪他 谁说rapper还不能有个摇滚梦了 眼见了齐渊这狗东西越扯越远 我没忍住起身 想要去踹隔壁房门 然而就在我拉开门的时候 齐渊的声音突然正经了起来 当然 我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将说 我突然停下了脚步 扭头看向屏幕的时候 齐渊正好举着那张欠条 朝着隐藏摄像头的方向 笑得阳光灿烂 这样看来 好像我们俩是面对着面 而不是隔着一面屏幕 十六七岁的少年 语气得意地挥了挥手上的欠条 齐招 你看我现在也有钱能够养你了吧 这混小子 我笑骂 可忍不住鼻子酸了起来 明明这狗东西 昨晚跟我说好 绝对不说什么煽情的话 让我在人面前撂眼泪的 齐渊并不是指这个 爸妈离婚后又重建了新的家庭 对于我和齐渊来说 那个家或许是我们的家 又或许不是 那或许是我们的父母 又或许不是 我只有齐渊 而齐渊只有我 其实就这么简单 齐渊当初答应 来参加这档真人秀节目 我一开始很诧异 但现在想想 又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齐招 我正打算出门去找齐渊的时候 何白突然叫住了我 他对我依旧是温柔中带着冷淡 但这次话却是真切的 我还欠你一声道歉 对不起 我朝后挥了挥手 没音也没拒绝 对现在的我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给齐渊一顿爱的铁拳 来的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 那一定是打两顿 谁让我是他亲姐呢 晚安